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完这支笔应该就停着去赶紧去剪剪片什么的 好那这支是那个东吴948 也是我频道第一支做的一个直接开股 就是那个直接就是讲完那个重点了 就是拉杆沙漠的一个钢笔 东吴的拼音说实话真的不知道 等会看我试写的时候不会有那个英文字的出现啊 好那整支笔先放在这里 然后呢我们先来赶紧的对比一下这个尺寸的大小 我这支看起来好像那种什么蓝牙棒还是圣火棒的那种 就是第一次看到一支笔是那个 呃这里细然后变得粗啊 它真的是有点意外 好首先这支笔的话我给它定义为一支比较小的笔啊 因为它的尺寸长度会比一般的那个 一般的要短 然后呢这个当前没有很粗啊 这太尴尬了 这支笔 但是看起来真的挺不错的 这支笔很有意思看起来 嗯 笔的话呢 那这里很细然后比这里还要细 但这里出那都比这个800还要出了 圣火棒吧 我把它定义为那蓝牙棒好像他他他他有没有什么尖尖的东西就算了 好那一个再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 是转的吗啊啊啊 真的转的呢 我没想到正常这种第一个印象是插把的 还好还好没有手间 OK那能看到的一个笔尖呢 那能看到它的笔尖是比一般的笔尖还要再窄的 好这个 OK 那能看到首先它的笔尖是比一边一般的笔要窄 然后呢 它不像说现场的尖它会稍微有点往外脏的 这个的话跟哪一个尖会比较像啊 跟这个你看它这里是直直的 那跟 这个应该百丽金的一个 百丽金的这个就会比较 哎 还是得要 这样 哎 这样子 哎 哦 原来我选到活塞了 怪不得 先把它选回来 然后再把这个 哎 可以 那会跟百丽金的这个三段一张 你看直直的 这样子会接近一点 那好 然后再下来 我把这个给收一下啊 已经 通常我笔 有点强迫症 我先我必须得要先给它放好 然后我再做下一件事情 好 那笔尖大概看完了 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笔尖 然后呢 哦 我的78G也开始有点这个 难道莫人看到 真的是我用笔用的真的有点粗啊 真的不是特别那种就是很ICB的那种啊 好那个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支笔的一个重量先 笔的一个重量来 等它好 笔的重量意外的轻了12点 6然后拔帽的一个重量应该会更轻了 哇7.2应该是我频道史上最轻的笔了 这支是 呃很有意思的一直拉杆上墨 但现在这个笔我不太敢拆 而且 我也没有找到缝可以去拆了 就是我前面看过了一下了 那这支笔我就 我就不拆它了好 那7.2的重量那速写起来肯定是相当的舒服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 呃什么长度 那给大家有一个印象呢 因为前面有对比了然后再加这个量 量一下那大概都知道这个 大小是多少给大家一个更清楚的一个信息 呃总长136.84然后拔帽的长度是 OK 拔帽的大概是 哎有点 可以再多一点好拔帽是129.73的这样子一个长度 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握它这个笔握去设计我个人挺喜欢的 因为我拿笔拿的就比较高 然后 但是这个罗文的地方有点尴尬要么就在后点要么就在前一点吗 呃我这个真的拿的很尴尬我刚好就拿这个位置 罗文的位置 呃我再拿高一点我又觉得它有点太长了你看就有点我这么去拿有点太长了我拿这个我就觉得刚刚好了 呃也没有关系我就量罗文的地方吧好吧我两个都量一下 10.38再高一点的地方呢是 对11.44那我个人啊11点不是 十点六六 十点六六然后这边十点 十点三八 啊呃呃反正差不多啊 差零点四左右的因为这边的话他没有出上多少而且我量的是罗文最外侧 那这个缝他是有一个三角的吗罗文是三角的这样子一一排排的吗 那从近看的话所以说他量的是最尖两边最尖的那个位置 所以其实量起来他不会说有很大的一个 粗细的一个差别 好然后再来我们必须得看一下我们这个笔的一个笔尖 因为我个人好他这个笔尖其实说实话我并没有抱很大的一个希望 我很我不要想赶紧上摸这支笔 好那个 看一下啊 好那个 这个 东 D-O-N-G 吴是什么 吴 是东吴吗我看不清楚了这个字 吴的拼音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了 我是真的不会拼音了这个东 J什么 吴是我以为是W字头的还是这个就是W然后打错了还怎么样 然后上面写啊18K我有看错吗 我去这价位18K这这个我买了才30多块的这 这样子就18K我我去最便宜的金简笔了 然后下面的拼音我也没看懂了大家帮我普及一下啊我我真的不会拼音 然后那个回归到上面这个笔尖来讲也是双单的 嗯就中古的一个笔舌了就是很不像现场那个那么的精致然后我们再来赶紧看一下这个笔尖那笔尖能看到中锋还是挺齐的 然后呢 打磨方式一样的就常规的国产的打磨方式 然后再来你看前面的一个斜面 再下来 这边的打磨也是相当相当的圆论的能看到 对 不知道是不是中锋有点左右 又不均一啊但是我这么看应该不太影响他的书写效果了 好那个大概就是 差不多这样子来 不知道是不是左右有点不一了 再看清楚点 上面的字我真的看不清楚你们给我普及一下 好吧 好 说明了其实他这个这个价格也能做到18K其实金简笔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 他就是被现在炒作成一个就是消费欲望了 其实 这么少含量的黄金即使是146的那只金箔嘛 那只金箔其实 如果单纯不算他工艺算他原材料其实20块不到的 当然你可以说他那个工艺 关键值钱是那个人这点我不反对 但是不要我想强调的不是说这个东西很便宜还是很贵 而是说 单纯的一个黄金价格的话这么少的含量 他这个笔件真的没有那么的贵 我想强调是这个点 而不是说那个什么的这个加了什么大师的或者金简比较弹或者什么的 因为现在的一个 呃 钢笔的一个怎么讲的那个氛围嘛 有时候真的有点 个人觉得有点真的有点偏激 那我我这里就是说我单纯分享钢笔而已了 就有些地方真的不要太认真 然后那个 查一下我什么就什么时候又谈到这些磨了 然后那个 拉杆上好像不 哦 我没有指甲勒这 可以可以这样子吗 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是这样用吗 七 奇怪试一下 嗯 有沙漠吗 好像有 我 等等只试一下 好像有一点点 我再上一下吧 这个沙漠 有龙岛了 我把这个笔给盖上一下 然后再上吧 张 好像今年这关末今年才买的 然后好像就 就已经 我从这里看已经是有点你这里 大好像没了一大半 一大一大半了 这 哎可以可以 再来再来 可以可以了应该是有上了 呃玩起来好像不错但是 说实话这个我觉得有点脆弱我不太敢说用冷暴力而且这这里你看墨好像也没吸走多少 呃感觉 试一下 啊 墨是应该有了可以 呃但是这个应该储默量真的不要爆很大的希望你看我刚刚那个 低杯吗那个新墨低杯 他并没有就是说上了太多的墨 好那个我赶紧 一样的我来写一下这只动物拼音我真的不会啊 好缩写完以后那首先这个笔的一个 小声声音给你们听一下 呃 横向的话就很正常的没有特别滑或者阻力感就是很平常中性笔那种那一类的一个反馈 竖的话 不是反过来 横的话 竖刚刚竖的话就中性笔个反馈横的话他就是一个有一点点沙沙的那样子的一个阻力感 然后呢再下来新墨量的话就真的不要抱有太大的一个希望了 反而是这个的一个 呃 笔尖他笔的话出没量并不是很大你能看到这0.5然后这个出没的话相对讲会小一点 然后笔尖的一个感觉啊不是很粗也不是很细因为上面好像没有写他这个的一个粗细 大概就是这样子其他的 呃没有很明显的感觉 好那基本上主要的玩的就是这个沙漠但个人觉得这个沙漠 有点鸡了鸡肋 呃所以就 然后前面这个这么大的头真的不懂是拿来搞什么的说实话这个 呃笔杆的话真的 呃能看能讲的真的不多了这个笔杆真的 呃因为很少字然后这个是 呃没看东是这样看吗 东 嗯不是这样啊 呃看不懂啊反正就大概这样吧 反正就是 图个新鲜的话 呃也不太建议买真的这支笔的话反正就是 看一看就好了大家开心开心 好那有什么可帮我补充一下那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给我留言一下那个 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说明 诶宝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